戴维英峰会后 朝鲜国防向重大表态 韩国即刻向中国报备 担忧遭核打击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严肃军 欢迎收看严肃军论评 最近这段时间 美国极力拉拢韩国 日本 大有一种要塑造东亚版北约的架势 在最近美 日 韩三国领导人还举行了戴维英峰会 连发三个文件声称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 将共同捍卫国际法反对胁迫 在提到中国的时候 还宣称中国在南海存在危险和侵略行为 并提及台海问题 路透社还评价 这是三国在南海问题上针对中国发出的最强烈共同谴责声音 说实话 美国及其盟友这些关于中国的台词都不带变化的 来来回回就是那么几句话 天天都在指责中国改变现状 破坏国际秩序和规则 但又说不出具体例子 中国究竟怎么改变现状了 怎么破坏国际秩序了 破坏了哪门的秩序 近些年 美国在亚太地区到处拼凑各种小集团和对抗阵营 但就这么几个国家来回组合 不知道建了多少个群 而日韩一直都在美国印太战略的核心圈子 最值得关注的不是他们的表态 而是他们各种突破限制的军事合作 在美国的默许下 日本逐渐突破了军事束缚 大力发展军备 并且持续加强西南主导的导弹部署 试图把这里当成台海对抗的一线 前沿堡垒 日本政府也曾多次就台海问题进行表态 完全放弃模糊策略 有时候甚至比美国还要直白 而另一方面 韩国此前很少干涉中国内政 但是自从尹徐悦上台之后 韩国多次与中国发生外交摩擦 并且跟着美国就中国内政说三道四 而韩国还频繁和美国举行针对性极强的联合军演 导致半岛局势逐渐升级 甚至有核风险 此前韩国探讨核共享的可能性 并请求美国加强核延神威慑力量 就在前不久 美国核潜艇接连停靠韩国港口 最近美国核潜艇还参加了韩美联合反潜作战演习 这一系列行动将半岛推向核战的边缘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在开完戴维英峰会之后 韩国立刻向中国解释报备 韩国外交部长官朴振表示 在会晤结束后已经通过外交渠道 向中方详细说明情况 并强调戴维英峰会不针对任何国家 并希望继续构建成熟健康的中韩关系 不过韩国更担忧的是 美日韩三边合作可能加剧与中俄朝对抗的局面 但是他这种说法又是矛盾的 因为尹锡悦可是在共同记者会上高呼 韩美日强有力的价值观同盟 既然美日韩都结成同盟了 中俄朝任何合作都是情理之中 而且韩国自己也很清楚 美日韩同盟会带来更多对抗的风险 而不是安全 所以在开完会之后 韩国就举行了六年以来首次全国民防演习 目的是应对朝鲜导弹威胁 让民众熟练掌握空袭状况发生时迅速疏散的方法 而在当天朝鲜发射了一颗军事侦察卫星 日本也是作贼心虚 发布紧急警报 要求冲绳居民紧急避难 韩国紧急 找中国解释澄清 说明他们还是害怕战争风险的 但是如果他们真担忧 就不该跟着美国挑衅 尹熙越政府的行动 全体韩国国民得跟着承担 在峰会期间朝向国防向已经强调 现在问题不是半岛会不会爆发核战争 而是由谁核实 以及如何发动这场核战争 也就是说 一旦半岛出现任何摩擦和冲动 那就一定是奔向核战去的 就看谁先动手了 好 本期的话题就论评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